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遭中国判刑5年,引起台湾各界关注。 李七李静于虽表示,希望周周都能探视李明哲,但陆委会副主委邱锤正经对此表示,中国监狱法规定探视一个月一次,每次时间不超过30分钟,政府会尽一切努力与可用方法协助家属可以前往探视。 李明哲今年3月在中国被失踪之后更为中国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本月28日遭中国判处5年有期徒刑,包含美国国务院东亚局发言人崔葛瑞斯及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潘茨瑞均对此表示质疑,潘茨瑞更呼吁中国迎释放礼,让他和家人早日团聚。 苹果日报报道,针对李静于公开表示,希望能每周探视李明哲,秋锤正经表示,依中国监狱法规定一个月可探视一次,每次时间不超过30分钟,会见人数不超过3人,政府会尽一切努力协助家属。 报道提到,针对李明哲最快何时可以提出假释,推测可能在明年11月可提出,但是否允许要看中方的态度。 至于未来若再发生类似李明哲案,友邦断交政府如何应应,秋锤强调会适当检讨,比如针对人流管理,政府相关单位每周都有开会,每天都有检讨,希望两岸交流朝向健康,有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